我們要來看一下 在演藝圈的一個創舉 就是憲哥 終於告網友了 看一下VCR 真的提告了 吳宗憲上個月 因為白雲遭NANA 控訴劈腿事件 在網路上指NANA 分手不該大嘴巴 引來許多網友留言攻擊 更拿他以前的感情事件 來做比較 出現辱罵字句 該告的要告 這個就跟他馬路上 踹你一腳一樣 你不能不做反應 所以我們又不是行屍走肉 一名男網友在PTT八卦版發文 寫下被現神告了怎麼辦 並秀出一張大安分局通知書 被控訴妨害名譽 要他12月7日晚上7點 到偵察隊做筆錄 寫下人生還是第一次 接到盜案通知書 海鳩團詢問 有台中也被現神告的朋友 12月7日下午 一起上去台北做筆錄的嗎 但也坦承 當初他確實有在網路上 留下不雅言論 網友他們這個罵我的點不對 你可以罵我 但是不可以罵家人 他就舉例那你女兒呢 湘民紛紛回應 真的假的 他居然有嫌來告這個 你是天選之人 當初說只選10個 他節目口無遮攔 卻告網友示眾不能嘴他 也有網友翻出 過去以吳宗憲為封面的舊雜誌 表示過去就有此類報導 想出各種辯論方法 比喻無姓藝人是什麼咖什麼貨 諸如此類的言辭 吳宗憲透過經紀人 向5名網友提出妨害名譽告訴 經紀人也回應 公司會有專人負責此事 一切全部交由律師跟警方處理 我同意 我覺得要告 因為很多很多那種網友的留言 確實對我們是公眾人物 很需要被接受一些批評 可是罵到自己的家人 真的會很受不了 對啊 就是最要不得的是 他怎麼可以去牽連到Sandy的部分 有些網友真的講得很難聽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在這邊講 太可惡了 我看了都覺得你不告行嗎 因為你沒有辦法遏止這個歪風 所以到這個動作 其實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其實對很多的藝人來講 也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讓大家真的不要在 我覺得很贊誠憲哥講 不要變成在鍵盤後面的賤人 是 對 鍵盤俠 對 鍵盤俠 不過其實憲哥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還有做一件善局 就是他說如果高層的話 他要把那些 捐給一個國手對不對 是大運的國手 陳映竹 陳映竹 對 他其實自己破了紀錄 但是大會部不承認 然後就沒有這個獎項跟獎金 那憲哥看到就很為他抱不平 就剛好就說 如果我有了這筆錢 這個就當作是你的獎金給我 太酷 果然是個大家掌 真的 沒有 我是覺得就是說 其實網友 當然現在是真的明智大開 大家其實人手一機 都可以及時的追蹤所有的訊息 也可以發表自己的言論 可是重點在於就是說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吵所謂的 就是說理智 或者是說救世論事 像我記得這個白雲 我要稍微補充一下 白雲跟Nana這個事情 發生之後 因為就引起了軒然大波 感覺說憲哥好像在挺白雲 然後欺負人家日本來發言 欺負女生之類的 可是憲哥在第一時間 他那時候我知道 他是在國外玩很大 其實很忙很忙 他在他的粉絲團 他開了一個 類似是直播的狀態 就是他直接在線上 你們所有的問題我都回答你們 你們有任何的疑問 我都回答你們 所以這次為什麼憲哥 他在提告的同時他就講就是說 我真的很歡迎 你們跟我用很理智的方式 來互動 我們來交換意見 但是不是用謾罵 或者是甚至對 用一些骯髒的字 所以他是有公開的 對 他是有公開的 對 跟妳跟大家互動的 是的 對啊 這樣做也是比較好一點 那妳要不要考慮這樣做 我... 他目前應該沒有這個爭議性 先不要... 倒是我們可能會遇到一個大哥大 可能也會遇到一些爭議性 我們之前看到乃哥跟蟲蟲的新聞的時候 可是我之前去錄乃哥的節目 好像都覺得他還滿祥和的 只是會吹捧就是 對 會一直畫圈 錄了... 5 4 3 2 來錄囉 小優之前也是這樣嗎 因為我覺得乃哥一直 就是有跟乃哥一起工作過 就是他真的是一個非常真性情的人 然後我覺得上節目玩遊戲 說真的他今天玩遊戲這麼認真 也是為了節目好 因為你看乃哥主持遊戲節目 二十幾年了 他就是這麼拼 所以大家都喜歡看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個事件其實爆發的時候 當時大家也都 就是會覺得說 也有點替乃哥覺得 怎麼好像大家就一直圍剿他這樣 但其實乃哥當下也是可能求好心切 一時級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當時這個事件吵出來的時候 演藝圈大家都還滿 就是替乃哥覺得有點 捨不得他被罵成這樣 對 原來是這個樣子 我看我們以後錄影都要小心一點 其實我自己也有上過 上過乃哥的節目 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沒有有像乃哥這樣的角色 反而又有另外一種 另外一邊的言論會可能是說 遊戲不夠真實 不夠有競爭性 認真是真的 對啊 不夠有企圖性 所以就是其實什麼元素都要存在 一個節目跟一個遊戲 才會成立 當時這個事件其實就很形成說 網友是挺蟲蟲 演藝圈是挺乃哥 那蟲哥後來不告了 因為他畢竟還要在演藝圈生活 他的醫師父母不是網友 那當然這個事件其實 乃哥他的脾氣 我們其實也都知道 像他最討厭人家遲到 是 對 他很準時的 我記得之前他不是在 有那個馬將節目嗎 我們以前不是在滿常去上 那有一天就有一個藝人 大家都到了 就有一個藝人遲到 那因為那一天 乃哥又要回加拿大 你就知道 趕飛機 趕飛機 你就知道這個人還沒有來 他來一定是死無障身之地 大家就很緊張 很怕乃哥生氣這樣 然後乃哥就 剩下五分鐘 假設是呂文婉好了 呂文婉你到底要不要來 換人 換誰上來打 真的假的 因為他覺得這個是一個 守實跟尊重 而且其實這個製作單位的企劃 都已經有告知了 小優不要知道 等一下乃哥要趕飛機 乃哥要趕飛機 對 都已經講過了 其實你知道來上乃哥的節目 就不應該知道 對 換他要趕飛機 我都提早半個小時到 OK 大家都出來賺錢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就是 兩個人居然之後 還要一起合作主持 是啊 尾牙 第一場尾牙 OK啦 這也可以算是一種 司機大復合 可以 謝謝 謝謝 我覺得都很好 對